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日有楼梯》 我是梁永祥 我是吴彩盈 近期的不少二手放盘都要减价才有承接 个别轮近铁路站的两房单位 更加跌入九成按揭的门栏 麦个案就是来自荃湾的余景新城 原业主放盘大约半年 最终减价超过一百万 楼价减到七字头 在楼市充斥负面因素之下 部分的业主大幅减价沽货 个别跌到低于市价的水平 落入更加高乘数的按揭门栏 荃湾站附近的余景新城 10座一个低层B室 实用493尺开职两房间隔 原本早在去年9月放售 开价810万 之后见市房转差 已经大幅下调售价 去到708万 在有人看楼后再减多1万元 去到707万成交 实用尺价14300多元 代理表示 单位的成交价比市价低大约3% 而减价后 单位回落到800万以下 意味有条件做最多9成按揭 原业主在2015年5月以540万 买入单位 持货接近7年 账面获利160多万 单位升值3成 同样位于荃湾两房 较远离铁路站的海滨花园 一个极高层的单位 实用大约420尺 也由6至头减到580万成交 原业主5年获利30万 幅度5% 转到将军澳 同样鄰近港铁站 同日也有符合9成按揭门栏的成交 新保城一座一个低层A室 实用436尺 同样都是两房开职 原本开价725万放售 最新轻微减价10万元 以715万转手 转价16000多元 原业主组在2010年8月入市 当时作价270万 持货12年单位升值1.6倍 账面获利440多万 至于在半身屋苑元朗朗城汇 有一房造价跌穿700万关口 一座低层衣室实用327尺 可以望到开阳市境 原本叫价680万 减价25万 即是3.6% 以655万成交 赤价首住2万元以上水平 代理表示 屋苑的同类单位 近期的造价都超过700万 在上个月还要710万 最新的成交价低大约8% 不过用原业主 在2018年11月的买入价 541万去计算 持货三年多 账面仍然赚超过110万 二手减价情况具体有多严重呢 在里加角的统计就可以看到了 获利的比率和幅度都是当年低位 有分析更加认为楼价继续下跌是必然的事 预期今季的跌幅有大约3% 不过不担心利率急性 二手市场的减价放盘增加 个别甚至录得涉弱 令到二手私楼的获利比率进一步下降 尼加角的统计显示 1月份全港录得2245宗 知道原本买入价的二手买卖登记 当中账面获利的个案合共2134宗 占整体的成交九成半 按月减少1.1个百分点 是2010年7月以来 超过11年半最少获利的月份 每中获利的个案赚钱的幅度也减少 按月下跌7.9个百分点 平均获利幅度六成半 是超过五年最低 至于账面去计 已经亏损的个案有97宗 比例4.3% 按月增加1.1个百分点 不过由于买卖物业牵涉不少集费 平手和获利少于一成的个案 分别有14和160宗 占比合共在有7.7% 实涉的个案有机会多达一成 按地区划分 新界区最多业主获利 比例96.5% 601万至800万的单位最多获利 比率达96.6% 表现最好的屋苑来自将军澳的新都城 一月二手成交100%获利 不过只有15宗 平均赚幅超过一倍 反映不少长程业主沽货套现 有房地产分析员认为 楼价继续下跌是无可避免 今次疫情严峻之下 基本上很多销售的活动 无论一手二手都接近停顿 除了一个地产发展商开盘之外 其实最近都没有了 我们相信这个情况都会继续 楼价继续下行 我相信都是必然的趋势 第一季我们的月期 都可能会继续跌多3% 升展表示 如果疫情缓和 第三和第四季取消 和内地的出入境限制 经济复苏将会利好置业需求 加上内地买家支持楼市 全年的楼价不会有明显跌幅 但如果未能通关 估计全年的楼价有单位数跌幅 市场预期美国提早加息 但升展估计到年底 本港的实际利率只有大约2.2至2.3厘 利率上升的情况未去到令人担心的水平 但相信股市波动会影响置业需求 在资作房屋方面 房委会正式公布 新一期居屋 新一期居屋的申请日期 由下星期五到下月底 没错 展望即将会有新的供应 加上假期的影响 2月份头半个月 未保地价的公居屋成交 跌至超过两年来最少 旁边就是港岛东赤架最贵的私楼海船 但供应的单位数只有200多伙 至于最便宜的单位来自启德启恩苑 面积不够200尺 售价124万 距离宋皇台站5分钟的路程 另外一个鄰近港铁站的屋苑 有码头角的灌山苑 区内的配套同样齐全 东涌御雅苑就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提供超过3000个单位 最大有555尺 其他的屋苑还有 为处观塘安达神道新发展区的安寿苑 和沙田的余德苑 将军奥超明苑 另外也会重售42个 之前买家撻订的居屋 和房协资助出售单位 合资格的人士只需要递交一份申请表 因应疫情 申请期会由以往的2个星期延长到4个星期 去到下个月24日的晚上7点 洛富客务中心将不会提供柜台查询服务 模型展览厅暂停开放 市民可以在房委会网站浏览资料 预计第二季搞猪第四季开始选楼 在疫情之下楼价持续调整 加上农历新年假期 和新一期居屋即将推出等等 多项因素影响之下 房委会数字显示 2月头半个月 只是录得4宗未保地价的工具屋成交 有统计划是超过两年来最少 房委会公布 启德的启朗苑 一个低层单位 实用456尺 最新2608万 在未保地价的第二市场转手 成交尺价13300多元 据了解单位的原业主 在2019年4月以不够300万一手买入单位 不够三年 账面获利超过300万 单位升值超过一倍 虽然有关代理表示 单位在5月才正式成交 交易不会被征收额外印花税 不过税务局的资料显示 临时买卖合约仍然可以作为 可与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 有机会要交纳税 其余的三宗成交 来自南田里安苑 天水围天盛苑 和马安山錦龙苑 最近楼市调整 新进的二手豪宅区 在过往都比较受到内地人士欢迎 收额的情况就特别明显 不过就算是传统的豪宅 近期都出现低市价的成交 有代理就说 个别的放盘造价低市价一成 一起看看 近年规划的铁路盘 为了用尽地积比率 不少都属于摩天式的住宅大厦 楼高60、70层都有 不过回到90年代初 当时在九龙塘站附近 去到近石劍尾的大坑东一带 就仍然有比较低密度的大型屋苑乐城 说的是有一居 由惠德峰和信志合作发展 提供32座 1800多伙 早期只是起6层高 比较新的旗数都不超过10层 特别在启德机场搬走之后 附近的环境就更加宁静 给人豪宅区的印象 不过屋苑单位的户型就可能比想像中更亲民 参观第28座一个放盘 是高层的三房间位 实用520多尺 入屋可以见到 大门的地台铺了云石砖 没有走廊位 客厅就呈正方形 面积大约150尺 业主做了假天花和射灯 令楼底的感觉更加高 饭厅位置足够放四人餐桌 原本的窗门封了 改造分体式冷气机 亦做了吊灯 有代理就说这个单位 属于屋苑主打的三房互营 基本上有一居可以分为两期 第一期是1992年 第二期是1994年 我们现在参观这个单位 就是1994年的楼宁 这个单位的特点就是三房两厅 它的实用面积是522尺 那里面就是原积是三房 很多人就喜欢它的主人房 就较大的 实用面积差不多有100尺 这个单位最初叫价是1198万 现在减下来就是1128万 业主也说过 如果有实际的客人是有兴趣的话 下到订可以谈的话 还有议价空间的 议价空间多了 和疫情严峻也有关 屋苑上个月的平均赤价 就回落到18000多元 虽然业主的持货能力不错 最近都录得低市价一成的成交 有一居近日出现了部分移民 或者是急养的盘 的成交价都比市价低8至10% 有部分业主悉受或是在自用 他们都不肯怎样减价 除了个别一两个业主 即是等钱花费 或者是移民急着要走 都还有议价空间 由于疫情突然间严重了 大部分的业主都不让我们看楼 因为他怕有些病毒 传进来他都不清楚 我们的看楼量都跌了三四成 单位业主是两夫妇 因应近年在家工作的需要 将靠近客厅的睡房 改为玻璃间隔的书房 方便轮楼使用 除了家庭客 因为屋苑轮近大学区 由以前起就有不少大学生夹租 同类三房的赤租达到44元 回报率接近9厘 虽然近年遇到疫情 但仍然保持租募旺季 就算疫情严重了这几年 这个叫城市大学 浸会大学 也有很多外来的学生 夹租一起租单位 他们多数以网上、视像 先看单位 然后如果可以了 就直接把钱购送给业主 一下来过了旁边的期间 他们就可以立即入住 这个情况多数在开学前 9月、10月是最多的 现在过了这个期间 都少了这些学生 如果不是收租的投资者 而是用家的角度 有一居对比鄰近 另一个低密度屋苑 由一村花苑来说 不但楼宁比较新 单位屋形亦比较小 不失为在这区上车的选择 由一村花苑去楼宁已经35年了 就比有一居略足了一点 由一村花苑三房入场版 都要去到759呎 入场价是1600万 最大亦有排屋 入场费也要去到5700万 但客群的群組也不同 由一居以小單位為主 最小是439呎 現在入場費最便宜也要到960萬 最大幅式的單位 實用面積約1100呎 由單位看出去 另一個更低密度的住宅 就是玫瑰縣 由22座三層高的排屋組成 66伙,每戶都連車位 由於樓齡接近55年 近年已獲得財團收購 並且安排強拍重建 鄰近我們右一村 都有兩個發展機會 第一個是在玫瑰縣 被新世界收購 再走遠一點 大坑西新村都會重建 部份業主都期望 到時重建後樓價會升 以及帶來一個新的希望 他們有部份寧願多看兩、三年 正在看發展商究竟是建陽房 還是建分層大廈 到時新單位開價是多少 他們才會考慮自己 這個單位賣甚麼價格 他們對整個發展 都是一個很正面的思想 由九龍塘站和右一村 向著石結尾的方向走不遠 可以看到香港現在僅餘 唯一的私營年租屋邨 大坑西新村 八座之中有七座 都是早在1965年落成 作為安置當時 受石結尾遼屋區大火影響的居民 不過入伙已經接近60年 除了外牆等等的公用地方變得殘破 因為大廈樓高八層 當年又沒有安裝升降機 隨著居民人口的年齡增長 超過四成都是75歲以上的長者 每天走樓梯出入 都變得越來越不方便 有見及此 政府在近年的施政報告 就提出要重建大坑西新村 由市建局和平民屋 與有限公司合作 計劃發展八座住宅 提供接任3350伙 其中第一、二座會安置原有的居民 第三至第八座就用來做首置盤 將會以折扣價出售 給上車自住的本地買家 看回整個項目 在市區來說是大型項目 因為佔地22萬呎左右的地盤 至於現在申請興建的規模 各種樓面面積超過180萬平方呎 如果透過市區、靚地、位置方便的項目 再重建 一方面會重置大閑西村原本的居民 另外亦有大約2000伙的單位 可以拿出來出售作為津貼房屋 這裏真是可以舒緩到一部份的供應 這個重建計劃在兩個月前 獲成規會開錄燈批准 意味項目很快便可以動工 預算大約五年之內落成 不過如果留意獲批的方案 八座大廈的地積比率 由重建之前的5.5倍 日後將會增加至8.2倍 令住宅的密度大幅提高 有學者就認為 在市區來說仍然算是合理的水平 看到這次的成規申請 它其實最主要都是放寬地積比率 和令到建築物的高度加高 我們看到這次的地積比率 放寬是超過50% 我覺得它可以放寬到 或者增加到50%的地積比率 但只需要將建築物高度 輕微調升大約4分1或者3分1 當初的設計 在進一步的調配方面 是做得不錯的 但當然 其實同區來說 物業高度大約到130米左右 接下來這個項目八座裡 其中有好幾座 都去到165米高 這裏都會在同區來說 變成最高 大廈日後的樓高是165米 即是大約40層左右 將會與旁邊的南山村 形成明顯的對比 為了減少不同座數之間 扭望扭的感覺 項目在佈局設計上 都下了一些功夫 時區現在 一般的混合式發展 通常都去到九倍 這裡也有透過這麼大型的項目 亦有提供一些停車位 甚至乎是休息用地 到時亦有機會 那個景觀會比較理想 但我們看到 因為它是拉高了建築物高度 其實是希望可以令到 通風或者陽光照射 那裏可以做得好一點 在窩仔那兩座大廈 它的高度比較低 我們看到整個項目 那個高度的設計 都會由北面是最高 走到南面是最低的 我們亦都看到這兩座大樓 其實離開地盤邊緣 亦都內移了十米左右 希望可以進一步改善噪音 以及景觀 各人亦都可以進一步提升 項目鄰近港鐵站 將來亦都計劃設有零售商鋪 停車場和住客會所 可以說在樓盤配套 和交通方面都相當完善 不過張勝典就相信 根據首置盤的定位 項目的單位開職和售價 都會比較貼近用家 還有小家庭的需要 有3,300伙 我相信平均每一個單位的面積 大概500至600呎左右 因為這麼大型的項目 它可以善用一些公共空間 例如升降機 信箱位 管理處 會比較實用一點 所以他日的實用面積 我覺得都有機會去到500呎左右 至於日後的出售房方面 我覺得他不會開一些很大的面積單位 可能都是做一至三房左右的單位 大坑西新村在未來五年 都會進行重建工程 將會有過千伙住戶受到影響 預計今年就要搬來屋邨 消息就指 市建局準備向這一批租戶 提供相當於五年市值租金的特位津貼 但張聖典就相信在安置上可以做得更加好 除了一部份的原居民會遷出 導致整個項目可以重新發展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有需要重置原有的居民 在比較便利一些 或者附近的地方 這會導致到他們現在有部份的犧牲 會導致日後一個多一些 大一點的市區重建 去進一步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 他又指 當局可以考慮將受影響的住戶 搬去兩年之後落成的八田村新公屋 至於大坑西新村將來的重建單位 就可以歸還給公屋市場 減少影響公屋輪候冊上的其他人士 會議會選擇 非常嚴重 剛才在市場上 學校的大坑西新村 學校的第一組 是下約大坑西新村 在我們這裡的地区 我們這位是中間的 大坑西新村 這位的地区 最重要的地方 我們這位是中間的 教育 我們要不得到 教育 教育 我們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